大家好,我是语言学者郑秋玉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 当家人老了,病了的时候 在生跟死之间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生命态度 陪伴他们走过这段旅程 又如何保有自我 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过一定的解方 照顾者付出人生 都是未来我们可以参考的路 也许在别人的故事里 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照顾人生从来无法预期何时会来 如何预备自己的未来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月娥 聆听做好预备的明天 将有更多机会做出适合你的选择 欢迎Podcast搜寻 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艺术的风筝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当公家有艺术 嗨,大家好,我是赖金仙 欢迎收听 报道有艺术 今天报道有艺术 跟大家好问的是 人生百味 人生有很多很多 气味、猪味 我们现实好问的是 一玩是交代电机市 那也是台大商馆的高材生 不过他现在做的是人生百味 是所谓的 那不贪金的气质 不贪金 吴彦德,阿德,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先跟大家说 人生百味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 我们一开始是一间公司 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非力组织 那其实我们在关心的 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或公司的原因 就是我们想要去关心 在台北这边的 一开始是街上的 比较贫穷的人 像是街上流浪的人 街友 然后在街上卖口香糖 玉兰花的捡卖者 还有在街上捡回首的失望者 那所以现在 但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转型成一个非力组织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专注 在做更多服务性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车站 有个据点 是做街友服务的 里面有提供大家洗澡洗衣服 然后在里面休息 叫做重修就好 然后我们也会开展很多服务 像是就业的住宿的 然后我们也做社会沟通 所以每年10月会举办 像贫穷台北这样子的活动 贫穷台北 对贫穷人的台北 对对对 听起来就是 真的是很很穷 好入吃 对对对 就很穷这样子 对 为什么这个叫大电机 跟台大商馆会做这个 你是2014开始做吗 谢谢你感情 就那时候其实就刚毕业嘛 然后出来上班嘛 然后就 那时候又要太阳化的学运 然后刚好我们就是 刚好我们办公室 就离这很近 就在金山南路这边 然后所以立法院就在旁边嘛 然后所以下班的时候 就想说去看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 就觉得说 好像应该进去坐一下 所以就是那时候 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里面 就静坐 然后静坐的时候就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 小当小胖 就是那时候想说 要去当志工 然后就去帮忙 倒那个厨余 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人 捐食物来 然后其实吃不完 他们就会 坏了就只能倒掉嘛 所以那时候就倒了 很多奶茶什么的 结果那时候就看到 有一个人就带那种行李啊 然后很深 就是因为他就是街友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他就来领便当 他就想领物资 来物资站 结果那物资站没有给他 他就说 因为这个他觉得 他不是这里在做 那个时候运动的人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后面就觉得 可是我们倒掉很多了 就为什么不能给他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 跟物资站协调说 那他们有一项包子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带去猛甲公园 去发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已经发不完了嘛 所以他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带到猛甲公园 结果去发的时候 就遇到了 那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么多街友 因为以前只是知道 逢甲公园有街友 然后第一次看到 哇 原来有七八十个 然后睡在地上 七八十个 对对对 所以就 然后去的时候 想说 因为我们只有带二十个包子而已 所以想说 啊糟糕 就是 我们跟他说进去就把钱包啊 什么都收好这样子 然后就说 等下会不会被抢之类的 结果去的时候 那大家就看到我们嘛 然后就有个大哥就说 啊你们是来发包子吗 我们说对对对 他说那我帮你们发 他就帮我们请大家排队 然后就发发发 那想说啊 咱们不够了 然后他就发二十个 他说没有了 他就说啊那没有了 那大家就到街上 然后他们就说谢谢 然后就离开了 那这个大哥又拿了三个包子 就移到那个公园最后面 就给那里几个做轮椅的老人家 然后我就问大哥说 为什么你要特别给他们 想说他们是不是谁 这样子 他们说 哦因为他们就是动作比较慢 然后不方便 然后很多人来发物质的时候 都拿不到 他就特别留给他们 然后自己大哥自己没有拿 然后那天我们三个就是 等一下 大哥自己也是街友吗 他说他不是啦 可是我觉得 其实之后 我们在做街友一直做那么久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人就是会 就算他试菜也会 说自己不是这样子 但晚上九点 你还坐在公园里面 就是不太是一般的人啦 我觉得 可是所以他自己 可能也需要包子 就是很多人他自己觉得够了 他就不会拿 就是我们现在 就那天晚上就很惊讶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对他们印象 是完全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觉得很危险 会抢东西什么 结果没有 都没有发生 然后一个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一个就觉得说 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状态下 都已经流浪了 可是还可以互相帮助 就是还去关税 那个更弱势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想来办一个活动 想让大家去认识 这个无家者的活动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们开始研究这个议题 就发现 其实大家都 很多人都很排斥街友 很多人觉得 很多人觉得 你可以帮助老人家 帮助身心障碍者 帮助小孩子 可是你可能觉得 街友是不值得被帮助 因为他们是 好自然做的是 就不努力 不努力才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自业自得啦 对对对 我发现其实 我们那时候进去跟进去聊 的时候发现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那个时候才开始 做这些行动这样子 这样 所以2014去 太阳花是一个气质啦 让一个点 让你们接触到街友 对接触到街友 然后也接触到说 哇原来 社会运动这么多 素人或者看见一般人 其实能去改变这个社会 或者影响这个 我们过去觉得 对我来说 以前大学研究所都觉得 政治这种东西 或者是整个社会 是我不能 有没有办法去改变 除非我也很有权力 我很有钱 但到时候就发现说 你其实有在发展一些小 我们那时候就听太阳话 其实也是从 可能几个人开始去关心 那个反媒体垄断 那些地方开始 然后就说 其实很多小小的行动 它就是会不断的积累 然后产生一种变化 这样子 好 那再跳回去 毕竟你本来说 所谓的交大电机系 台大商学院这种 就是说这是满满的准备 要就业 有准备好了 有一定的条件 那你当然 去参加一个社会运动 专对关心 皆有这样的议题 这个调整很顺利 家伙人意见 家伙人说 等一个 再想一个 我觉得 其实从一开始 他 一开始还不是先考虑 我家伙人的看法 其实我 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其实 有在做 念商馆的时候 就有种感觉就是 这个是我想要做的嘛 就是那时候 有去一些公司实习嘛 然后 然后上班嘛 可是就会觉得 有点无聊 或者会有种感觉 就是说 这个世界有差 多一个人 去做这些事情嘛 做行销啊 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 我有看到那个 有一本书叫做 那个穷人银行 有努司 对 那时候就说 哇 社会企业 那时候我就突然 对这个事情 就很有向往 就只要用人赚钱 用人帮助社会 就是是我那时候 觉得说 我觉得这样 比较有意义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我这个年代的 很多跟我同辈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 我们都是一个 比较缺少 一种意义感 因为在我爸妈 那个年代 他家赚钱 其实很有意义的 那个意义是 因为家里都很穷 所以去 帮助家人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因为我爸妈是公务员 那我想说 我赚也没有 比你们退休金还要多 就是出来工作三万块 我想说 我到底 家里也不缺我这个钱 我爸没说 我不用拿钱回家 所以我赚钱 就是想 自己保就好 那我突然觉得说 我一许做的事情 就不用是这个事情 对 我赚很多钱 对我来说 我也没有想要买 好的车子 或好的衣服 所以 好像就没有一个 赚很多钱的动机 在那里 突然 所以我觉得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突然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 那你转到说 我可能本来对赚钱的意义 在哪里 我就问号 好一个问号 所以你听得出来 他不是很强烈的金钱 被驱动 我一定要赚很多钱 我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 所以当他看到街友 他觉得 开始我有关心 那我转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那你要从哪里着手 因为你说太阳化的时候 那去奔薄 让我发现 可是到 真正要切进去 关心到 真的可以关心到 你怎么开始 就当开始做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到自己很穷 突然觉得赚钱有意义了 就是第一个想法 所以 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 我们那时候 就是我们伙伴就说 他办这个活动 然后 所以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用借的 就是说 那时候要办一个活动 要煮饭 然后要 所以我们要去 募食材 然后去借场地 然后 所以 我们那时候都 一开始都没有钱嘛 所以 因为我们也刚刚上班 其实自己生活就差不多 就那样子 然后也不好意思 做这件事情 也不好意思跟家人拿钱 所以 最开始其实就是 都是用问的 上网问说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要给我们食物啊 所以赛事长问说 有没有人要给我们食物啊 其实就蛮多人给的 然后甚至有那个 就是原本想说 都是先拿大家 就是卖不完的 结果很多人都拿新的出来 就是 然后甚至有人就是 因为肉一开始想说 是目不到的 想说要去买的 然后就又有一个 专门做那种油漆食品的人 就突然跳出来说 这个 这个给你们这样子 那 就是他拿出他们冰箱 那个冷冻的肉给我们这样 然后厨房也是 就是那时候讲 在什么地方煮 讲说 最差就在自己家里的 那个 就是那种 租房子的那种客厅里面 那种小厨房里面煮这样子 就最差就这样子 就是煮给优民们吃 对对对 结果那时候 我们就去问了一个餐厅 就我们那时候问了一些餐厅 就说 那下午可以借我们煮吗 其实 以前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其实对餐厅有点冒犯啦 那你怎么可能把厨房 借给你用这样子 结果那时候 就真的有餐厅借给我们用 他就是说 我们下午 他是一个做欧路料理那种高级餐厅 然后说 下午我们没有 给你们用 而且他还帮我们整理成 我们可以用的样子 哇 然后就像在公餐之间 就有个休息时间 他就让我们用 然后结果他就说 我们要走 那时候 因为我们就一开始煮嘛 动作就很慢 然后又煮的不是很好 然后所以 走到那个餐厅就很乱这样 煮房就很乱 他说没关系 我收我收这样子 然后就帮我们收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又很感人 就是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会 跳出来 就不要跳出来 就是说你去找他 觉得很多人被问到 他们都会觉得 我可以可以 我可以来帮忙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叫取名 叫石头汤 就是建那个故事的名字 就是大家都做一些些事情 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它就会发生 石头汤 酒桃满足这汤 对 石头汤就是有一个 大家 他拿一个石头嘛 然后很多人就一点 每个人拿一点食物出来 所以他在讲一个 骗子的故事啦 但是 最后是真的有汤可以喝 但最后是真的有汤可以喝 就是 以前大家都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 一开始它就是 汇聚那个众人之力 所产生的一个活动 然后甚至我觉得后面 就有个 开始慢慢有一些资源 就开始 例如说 我们一开始做嘛 然后就有一些新闻来报道我们 然后 因为大家真的不太会煮菜 我们就没在煮菜 所以 有那种切菜就切得很尴尬 就切得很丑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每个月办一次就有一个厨师 他就 他就来参加 然后 他还带了一个快速炉来 他就说 他说 他那时候在制作餐吃饭的时候就看到 我这个活动 然后他说 我怎么切菜切得这个样子 他就说 金科连 我来帮助他们 就是 他就带他厨师朋友一起来帮我们 煮饭 然后他 就是送了那个快速炉给我们 就说 你不要再用那种卡式炉煮了 你用快速炉这样子 然后 就我们就送给你 然后所以我觉得慢慢就有开始有人 有一些人开始拿出他们的物资 然后甚至他们出他们的力气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因为其实做这个活动 其实下班做一做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一开始比较像田野调查 去认识吴嘉哲这样的感觉 所以大概做了大概 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就有个想法 就是说 他先暂停 就先做差不多 对吴嘉哲一定有一定的认识 结果那时候暂停的时候 就有个 一直来参加一个志工 一个大学生 他就说 我又跟他说 我们要暂停这个活动 他就觉得 为什么要暂停 他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因为一个是 这是一个田野 第二个是 我们其实在发便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这里已经有教会在发了 而且这教会发的比我们还要多 我们一个月发一次 这个教会 一天发两次 然后想说 所以我们觉得 应该可以暂现暂停 然后跟他说 他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就说 为什么你觉得有意义呢 他说他觉得如果他就有意义到 他觉得如果是因为缺钱 那他愿意每个月再捐五百块来 只是个大学生 我觉得大学生五百块很多钱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来出钱出力 然后你要带物资来 然后你又要 就是你还要再出钱这样子 他就说 因为他以前 在其他人 在他念太大 所以他之前在北一女的时候 是在南洋街补习 他补习的时候 他都在这里经过 遇到这个街上的街友 他有一次冬天的时候 他就看到街上有个街友 一个老人家在发抖 然后他就想说 要给他一点东西 他就买了个便当给他吃 结果他不敢靠近他 他想说 这样会不会很冒犯他 对 对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带了便当回家了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给他 这个会记一辈子耶 对 然后隔天就看不到他了 然后他就很 他说他怎么了 然后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就觉得很遗憾 然后这件事情 就一直埋在他的心中 所以那时候 他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说他一定要来 然后他就说 他就发现这个活动 对他最大的意义 其实是让他知道 怎么去回应 或者帮助这些在街上 他以前觉得过去 他只能假装没看见的这群人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把这个活动转型 就跟他说 这个活动开始变成 我们怎么去教这些 很多人看到他们 可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可以知道说 其实你坐下来 跟他讲聊天 甚至你准备一些食物 就已经是一种帮助了 那没有很难 我们今天讨问的是 阿德 吴彦德 其实在讲的是 他成立于人生百味 还是希望说在 因为当万华那边 希望给街友们 这些温暖 可是后来发现说 这个过程不是只有 煮菜给街友吃 这个过程 是很多人都有 共同的问题 其实竟然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看到人家 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第一个是 很想要帮忙 第二个是说 这顿叮 不知道怎么出手 可是可能在你这个顿叮的过程中 这个机会没有了 然后留下了那个遗憾的是 我当时怎样就好 对 我们刚刚谈到 因为参加太阳花的关系 所以他接触到了无家者 他以前叫他 也叫他游民 也叫他街友 可是我觉得无论怎么叫 就是没有家这件事情 还是回不去这个事情 我请问你 那个无家者 我们一般有社会看到说 你就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才变无家 那要怎么跟社会沟通 让大家理解 其实我们 当我们去认识无家者的时候 就开始会听到很多 就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就会有人说 你不要去帮助他们 他们就是自作自受 帮不帮孩子 对 你看帮不帮孩子 然后 帮孩子 家暴 然后或者是 好手好脚 都在这里喝酒 不努力这样子 我都在睡觉 那其实 当我们开始 有些进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有几次 有很印象深刻的东西 今天有像是说 我就问 看到一个大哥 他就是把他的制服 就是一个保全的制服 就折好放在他旁边这样子 我说大哥 那你平常做什么 他说 我在平常就是去做保全 我说你流浪还可以做保全 他说对啊 反正就是 下班的时候 就把衣服脱下来 放在旁边这样 然后上班再去这样子 然后说那洗澡怎么 洗澡就在旁边 厕所洗澡这样子 然后 我就当时意识到说 原来在街上 因为我看到 听到很多人工作 例如说做举拍 做拍报 大概听到六七成以上 都有工作 然后可能发现 他可能 只有在睡觉那一刻 才被我们意识到说 他是个街友 是个流浪的喊 但他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看不出来 所以很自然 就会形成一种印象 那个印象就是 只要是街友都在睡觉 但事实上是 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 他是街友 但他是你的家保全 当时 举拍拍报 或者做各种工地工作的时候 你根本认不出来 他是一个街友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很容易 误会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当然 你还是看到有人在喝酒 所以我一次问 我这些问题 我就拿去问他们 就是说 我看到一个大哥 就是 有一次送餐的时候 就看到 他前面都是酒瓶 然后我觉得 问他说 你今天晚餐吃什么 他说 就是买个一顿排骨 然后再买几瓶酒 然后说 我说那花多少钱 他说花400 我说你一天 今天工作赚多少钱 他说今天举牌 赚七八百 我说你七八百 就花400吃饭 我说对 然后 我说为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不把钱存下来 这样你就不用流浪 你还可以租房子什么的 或住往卡也好 往卡也晚上 可能一样百块 他就跟我讲说 而且那租房子 以后我花一个月 八千块去租房子 有什么意义 这样子 就是我说 为什么没有意义 他说你有地方可以住 他说 我去住了 那这个地方 也没有人在等我 你知道我的家人 他说你知道吗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的太太 她也离开我了 我的孩子 她也不认我 他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租房子 所以我那时候 才可以一直到一个东西 就是原来对于大家来说 努力这件事情 他需要一个前提 那个前提就是 你要有个目标 你有目标才 有目标才值得努力 可是基本上 所有的人 我看到 包含我自己 我发现 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全部都建立在连结之中 我觉得阿德讲到金句 就是重点不是 你有家座 不是有家座 住不住不住不住 这件事 是那间家里有家人 还是有人 可能在等你 跟你联系 对 对 那个连结感 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我那时候 突然回想到以前 就是说考试 考考考高分 或是我考电机系 难道是因为 我知道他未来会年薪百万吗 其实不是 我根本就 那个年纪根本就 不知道 年薪百万的感觉 会意义是什么 我那时候 其实会想考好的分数 只是觉得 希望我爸爸妈妈 会认同我 会让他们觉得高兴 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我同学 不要瞧不起我 其实我那时候 突然发现 事情 很多物体 这些我们觉得 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它都没有 本质的意义 它的本质的意义 完全就跟 我们身边的 怎么看这件事情有关 就好像我现在在做 NGO 在做 助理工作者 那对我来说 在我们这些行里面 如果你 去买跑车 你去 你有一台保时捷 那可能在我以前 电商馆的领域里面 大家就觉得 你很厉害 你很棒 你买了 其他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现在 有一台保时捷 大家都 你干嘛 买一台保时捷 你在干嘛 保时捷对我来说 如果有的话 我就赶快把它卖掉 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它没有本质 以这个本质 完全取决 社会怎么看待它 所以 我那时候突然发现 原来我 我发现大家痛苦的来源 原来不是因为 没有钱 没有钱是一部分 但事实上 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钱 所造成那个被瞧不起的感觉 跟那个没有办法 得到爱的感觉 或连结上失 所以我也蛮同意 刚刚经线讲 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对什么是家 有家人的地方 才是家 要不然它只是个房子而已 所以我们用说 无家者 就是没有围好住 来定义它 这个还不够全面 是没有住的地方 它里面也没有家人 所以其实你有一个围 里面是空的 那那个连结性还是不够 又是很空虚 对很多人 没有目标 他们都会在 就是有社工 带他们去工作 或租房子之后 他可能一段时间 又回家结伤 然后问他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房子里面没有人 可是公园里面 或者是车站里面 还有我的朋友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在写住这种 说已经失去社会连结 我们看到没有家住 已经只是看到一个表象 那个结果 那这样怎么办 因为我也在社会 我应该失去 北部失去 我的伴侣已经 切心里开了 小孩不认我 那这个连结 怎么去重新建立 这好像就是一个结果 是 他看起来很多 对 其实对 以前我们在面对 无家者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看起来 是一个很不可逆的 就是当你已经失去家人了 那我们以前 方式可能就是 好像把你送回家 但是你跟家人 关系已经不好了 他已经不想认你了 就是过世 过世就过世了嘛 对 可是他们 你们关系不好 你过去有很多的仇恨 你伤害了对方 或对方伤害了你 你把送回去 其实就没有用 他就再出来而已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开始 我们也在台北城市 做这个计划 跟台北市合作的 这个重修旧好的 这个计划 其实他就是在谈说 怎么让一个人 从失去连结 回到连结 而我们观察到 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连结要怎么重建 第一件事情是 你的状态不能太差 就是说当你很不舒服 当你每天都 身体洗不干净 你每天穿 你觉得不是干净 脏的或臭的衣服 你其实会很没有精神 所以我们洗澡洗衣服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换新衣服 或者是你去洗澡 你的精神就不一样 那当你非常萎靡 非常没有精神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 跟任何人产生交接触 就像你 如果你生病 你辞业 你也不会想 去参加同学会一样 就像所以在台北车站 大家可能很多 都睡在隔壁睡很久 可是他们几乎不会认识 他们跟隔壁的人 其实不太会交流 很像每个人 都像自己的一个孤岛 所以第一个事情 就让大家先恢复那个精神 所以我们去参考 一个日本的做法 日本他们有一些 给街友的酒吧 然后想说 我们在台湾 就是让吴嘉哲 街友不要喝酒 都来不及了 你还给他一个酒吧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我们就问 因为他在大阪 大阪也是日本三大街友 最聚集的地方 数万人以上 曾经有数万人以上 我们就问他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酒吧 他说 他讲那个日文 他说我要回复那个 元気 元気 我说元気 是什么东西 具体来说是什么东西 元气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 连结跟希望 所以他让在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他可以 就是洗澡洗衣服之后 他会慢慢有那种 好的感受之后 他很自然而然 开始跟周围人 开始那个注意力 会从自己的身上 开始扩大 移动到 那我身边的人 他们是谁 所以大家在那边洗澡洗衣服之后 就开始 人家就来说 那我要找工作 或者是 我想要了解隔壁人是谁 或坐在那边休息 都很自然就会聊天 所以他就开始重建一种新的连结 那统一连结过程中 第二个其实就是创伤 就是说 在过去这些关系中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分手了 或怎么样 你就会说 我再也不要交男朋友或女朋友了 但是对于连结断裂的时候 其实那个受伤的经验 是需要恢复的 需要去看见他 然后需要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们里面有像写写字 有一些艺术陪伴的活动 让大家去把这些经验写出来 不要一直塞在心里面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他以前晚上 他一想到以前的事情 他就想喝酒 可是他把它写出来 画出来之后 他就没有那么的不舒服 好 像阿德 我们去理解 这个街友 你可能基本上 我们应该有了 他都没有 你说你有想要找人讲一下 可能你一两天 也找得到一个朋友 陪你聊聊天 他们可能没有 而且是长期的没有 不然他喝酒 是一个最基本的 罚罪剂 一时才不记得 听一下 所以说去 给他消灯这个问题 而不是 只是去看待他这个表象 喝酒这个问题 去判断它 所以像到这样一连串 你们做一个穷学盟 就向贫穷学习行动联盟 我要先提出疑问 我就想要学正面的 我想要买八酸 我想要买超慢跑 我为什么要学穷呢 因为我们去穷是负面 贫穷给我什么 我们穷学盟其实是 在2017年的时候有 我们跟七八个组织 大家一起合作成立 都是关注贫穷议题的 有人关注都市原住民 关注街友 以前关注街卖者 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组织了 大家都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跟贫穷学什么 我自己对他现在的答案是这个样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从小到大 就是念教大念台大 其实我都在学 我们虽然学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总要在学一件事情 在学怎么赚钱 或者会更和谐的说 我们在学习是怎么成功 所以大家都在谈所谓的成功学 可是其实 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些行业 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在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我今天电几是念得很不顺利的 就是我在 我是很挫折的 然后觉得一度都有 就是我觉得我都快要生病了 然后甚至是我常常会跟我爸 在电话里面哭 我都会哭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看不懂 然后我觉得我学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整个大学 我花很多时间都在打电动 我都在玩游戏 大家都觉得我很飞 我也觉得自己很飞 这是一种逃避吗 就是逃避 它是就是一种成因 就是我每天都在玩心脏游戏 然后我就不用去想 就是我在 其实以前我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 我也拿我的成绩来定义我自己 就是我成绩好 我就是一个好的人 那时候成绩很差 然后我也 然后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自己真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 没什么价值 我那时候甚至我在脚大起车的时候 我在外面看到那种面包店 在整个学徒 我就想说 我要不要去当学徒好了 我感觉你真的面临到瓶颈 对就很瓶颈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雄血蒙证 我得到第一个 其实我开始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很多街友 其实有个很像的地方 就是很多街友都会讲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流浪 就是一流浪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很恐惧 我觉得我们花很多时间 在学习怎么成功 可是没有花过时间在学习 不是学习怎么跌倒 而是跌倒之后该怎么办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 都跟我们讲嘛 就是在哪里跌倒 就赶快排不排是灰尘 赶快站起来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当你很努力的想要赶快站起来的时候 你就在跌倒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找到你那个跌倒的原因是什么 你可能哪里受伤 你不知道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在哪里跌倒 就跟我们在一般的车祸一样 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躺好 就是你应该在那个跌倒再停留一下 好好感受一下你此时刻的状态 哪里痛了 哪里不舒服了 而不是赶快想法 赶快站起来 赶快想一般人一样 我们发现这个状态 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就会一度就 我内心其实有产生多 很多是我想要自杀的念头 可是我觉得 这就跟很多现在很多学校的学生一样 就是我们没有 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遇到挫折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阿德真的是讲到重点 我们都是在朝成功 然后朝着有光的地方 然后朝着富足 那就一直这样走 就是用这样来某一种正面指标来定义我们自己 可是当你掉下来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就是排山倒海的责备自己 还是我们就在意社会的眼光 对 对就是 所以我觉得 我最穷学 穷学我最大的学习是这样 就是当我意识到吴嘉的状态 当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其实当街友 它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就是运气不好 你遇到神的事情 你跟家人失去关系 你就会很有可能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 现在我就可以理解到 我如果变成街友 哪一天我变成街友 其实我就会知道我该怎么办 然后以及 我也发现 我在这个时候 我最需要的 其实并不是要赶快赚到钱 我最需要的事情是 赶快意识到自己哪里不舒服了 哪里心里觉得很创伤 哪里觉得很痛苦 我应该要先帮助我自己 让这个内在的部分先好起来 而不是很多大哥们 他们就会 可能就会想要 但心里不舒服 就想喝酒 可是我觉得 原来心里不舒服 其实你最应该是练习怎么讲出来 那他也 让我知道了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就是 就像是 其实我之前有我的家人 他一度 就是他快有犹豫症 然后 可是很多他身边的人 可能就给他建议 跟他说该怎么办 那可是我那时候就知道 其实在这个时候最需要什么 你最喜欢你家人 听你讲话 所以那时候 他跟我表达说 他有很多担心 他怕失业 怕什么什么的 我那时候就把话 听他讲完 然后我没有告诉他 他就说 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好 或怎么样 我就没有去 跟他说 我觉得那种不好 你应该赶快改变 我就说 没有关系 这是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有这个情况的 我也有这样子 然后他就比较能接受 他现在这个状态 人只有在能接受 自己这个状态的时候 才有办法停在那个地方 让自己好一点 要不然很多人 就会赶快想要爬出来 然后我觉得 我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太想爬出来 爬出来都失败 就是 然后 所以我现在就遇到错了 像我其实在两年前 做这个NGUC 做的压力有点大 所以我就一度就做了犹豫症 就是 然后 就是每天起来就觉得分数 每天心情分数 就有40分的那种感觉 我一早起来 让他一起找分数什么日子 对 就是天气是亮的 你看起来都像阴的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我已经做这个一段时间 我已经学习 跟贫穷有些学习了 所以 我立刻就意识到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 我是不是生病了 然后我的太太问我 我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那时候想说 我第一个想法是 没有我没有生病 但是我就想 哦不行 我做这种最怕 就是没有病逝感 我就说 我觉得我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生病了 他说要不然你测一下 我说测完 他说真的生病了 然后我就立刻就跟我的同事说 我觉得我可能得忧郁症了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然后我同事就说 OK啊 就是那你要什么 把你工作粉一粉 就我就没有在撑 要撑起一个 好像要跟以前一般一样的状态 我大概在这个40分 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好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阿德 他从人生百位 2014年 其实这个是有点无心插流 开始关心社会议题 可是这个关心居然 刹那变 目前看起来是永恒 就是到现在 那一直 当然这个会一直在转变 关心的形式 为一国的煮一次饭 大家吃 那到现在也是 常态性在关心皆有 这也到了说 像贫穷 贫穷怎么学习 其实我觉得一种匮乏的状况 有时候是我们很害怕的 一个不好的状况 其实我们 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经历过 人生很不好的时间 可是有时候你越挣扎 可能背起来也不久 再滚下去 又背起来也不久 就说这个有时候反而会更长 还是说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 怎么这么碎 怎么做到这么坏 是怎么 你越在意别人 可能又要更难过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所以有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10月份都在讲 贫穷人的台北 这个要去哪里看 我们今年平常在今年10月15号到11月15号 中间就是在布皮寮 然后在南机场 然后还有在大宏区都有展区 那里面其实有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我们我觉得刚刚 金钱姐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关键就是 其实当你在落入这种处境的时候 你最害怕的其实都不是那个处境本身 很多时候是别人怎么看你 那我们这里也展览就是 其实他都是由这个经验者的本人 去讲出一段 他自己为什么会落入这个状态的故事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去除污名的过程 我们去去除这种困境的污名 就是当你落入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不是你的错 你有你的原因 然后每个人在这里面 很多经验者就会出来 表达出他们的原因 一部分他为自己倡议 告诉自己为自己去污名 一部分他也为这样的困境去污名 我觉得他可以让我们学会说 我们如何可以忠心的去看待这些困境 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很自然的 你就不会排斥自己落入这个状态 相对的你也不会排斥 你的家人或朋友落入这个状态 那事实上他就会带来一种很大的宽慰 就对于不管你自己遇到困难 变得困难 你都不需要因为你遇到困难 因为贫穷而被瞧不起 而失去尊严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是阿德 我们会把这个充宣盟 接下来的活动 我们会贴在有意思的脸书 然后呢 也可以去找充宣盟 你们是有粉丝专业 对我们有粉丝专业 然后里面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办案政论图书馆 然后导览 然后或者是很多讲座 OK 好 那我们可以继续追踪 你的活动 谢谢 谢谢 谢谢丁丁姐 谢谢大家 好的有意思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意思的奉承 语言是一种艺术 麦当公家有意思 嗨 大家好 我是赖金贤 欢迎收听 报道有意思 嗨 今天的报道有意思 跟大家好问的是 人生百味 人生有很多很多 气味 猪味 我们现场好问的是 一玩是交大电机室 那也是台大商馆的高材生 不过他现在做是人生百味 是所谓的 那没贪心的气质 没贪心 吴彦德 阿德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 先跟大家说 人生百味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 我们一开始是一间公司 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变成一个非力组织 那其实我们在关心的 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或公司的原因 就是我们想要去关心 那个在台北这边的 一开始是街上的比较贫穷的人 像是街上流浪的街友 然后在街上卖口香糖 玉兰花的街卖者 还有在街上捡回收的死黄者 那所以现在 但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转型成一个非力组织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专注 在做更多服务性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北车站 有个据点是做 街友服务的 里面有提供大家洗澡洗衣服 然后在里面休息 叫重修就好 然后我们也会开展很多服务 像是就业的住宿的 然后我们也做社会沟通 所以每年10月会举办 像贫穷台北这样子的活动 贫穷台北 对贫穷人的台北 对对对 听起来就是 真的是很很穷 好入吃 对对对 就很穷这样子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叫大电机 跟台大商馆 会做这个 你是2014开始做吗 谢谢你感情 就那时候其实就刚毕业嘛 然后出来上班嘛 然后就那时候又要太阳化的学运 然后刚好我们就是 刚好我们办公室 就离这很近 就在金山南路这边 然后所以立法院就在旁边嘛 然后所以下班的时候 就想说去看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就觉得说 好像应该进去坐一下 所以就是那时候 我们几个同事就在里面 就静坐 然后静坐的时候就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 小当小胖 就是那时候想说 要去当志工 然后就去帮忙 倒那个厨余 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人 捐食物来 然后其实吃不完 他们就会 坏了就只能倒掉嘛 所以那时候就倒了 很多奶茶什么的 结果那时候就看到 有一个人就带那种行李啊 然后很深 就是因为觉得他就是街友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他就来领便当 他就想领 来领物资 来物资站 结果那物资站没有给他 他就说 因为这个他觉得 他不是这里在做 那个时候运动的人 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后面就觉得 可是我们也倒掉很多了 就为什么不能给他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跟物资站协调说 那他们有像包子 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带去某家公园 去发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已经发布完了嘛 所以他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带到某家公园 结果去发的时候 就遇到了 那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街友 因为以前只是知道 某家公园有街友 然后第一次看 哇 原来有七八十个人 然后睡在地上 七八十个 对对对 所以就 然后去的时候 想说 因为我们只有带二十个包子而已 所以想说 啊糟糕 就是 我们一开始进去 就把钱包啊什么 都收好这样子 然后就说 等会不会被抢之类的 结果去的时候 大家就看到我们嘛 然后就有个大哥就说 你们是来发包子吗 我们说对对对 他说那把你们发 他就帮我们 请大家排队 然后就发发发 那想说 啊糟糕不够了 然后他就发二十个 他说没有了 他就说那没有了 那大家就到街上 然后就说谢谢 然后就离开了 那这个大哥又拿了三个包子 就移到那个公园 最后面 就给那里几个 做轮椅的老人家 然后我就问大哥说 为什么你要特别给他们 想说他们是不是谁 这样子 他们说 因为他们就是动作比较慢 然后不方便 然后很多人来发物质的时候 都拿不到 他就特别留给他们 然后自己大哥自己没有拿 然后那天我们三个就是 等一下 大哥自己也是街友吗 他说他不是啦 可是我觉得 其实之后 我们在做街友一直做那么久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人就是会 就算他试菜也会 说自己不是这样子 但晚上九点 你还坐在公园里面 就是不太是一般的人 我觉得 可是所以他自己 可能也需要包子 就是很多人 他自己觉得够了 他就不会拿 就是我们现在 就那天晚上就很惊讶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我们对他们印象 是完全是错误的 就是我觉得很危险 会抢东西什么 就没有 都没有发生 然后一个就很不好意思 然后一个就觉得说 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状态下 都已经流浪了 可是还可以互相帮助 就是 然后还去关税 那个更弱势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想来办一个活动 想让大家去认识 这个无家者的活动 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们开始 研究这个议题 就发现 其实大家都 很多人都很排斥街友 很多人觉得 街友 很多人觉得 你可以帮助老人家 帮助身心障碍者 帮助小孩子 可你可能觉得 街友是不值得被帮助 因为他们是 好自然 做的是 就不努力 不努力才把自己 弄成这个样子 自业自得 对对对 我发现 其实 我们那时候 进去跟进去聊 的时候 发现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 做这些行动 所以2014期 太阳花是一个气质 让一个点 让你们接触到街友 对 接触到街友 然后也接触到说 哇 原来 社会运动 这么多素人 或者看见一般人 其实能去改变这个社会 或者影响这个 我们过去觉得 对我来说 以前大学 研究所都觉得 政治这种东西 或者是 整个社会 我不能 没有办法去改变 除非我也很有权利 我很有钱 但那时候就发现说 你其实 有在发展一些效 我们那时候就听太阳花 其实也是从 可能几个人开始去关心 那个反媒体垄断 那些地方开始 然后就说 其实很多小小的行动 它就是会不断的积累 然后产生一种变化 这样子 好 那再跳回去 因为毕竟你本来说 所谓的交大电机系 台大商学院 这种 就是说这是满满的准备 要就业 如果有准备好了 有一定的条件 那你当然 去参加一个社会运动 才专对关心 皆有这样的议题 这个调整很顺利 家伙人意见 家伙人 等一会 再想一会 我觉得 其实从一开始 他 一开始还不是 先考虑我家伙人的看法 其实我 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 是其实 有在做 念商馆的时候 就有种感觉就是 这个是我想要做的嘛 就是那时候 有去一些公司实习嘛 然后 然后上班嘛 可是就会觉得 有点无聊 或者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这个世界有差 多一个人 去做这些事情嘛 做行销啊 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 我有看到那个 有一本书 做那个穷人银行 有努司 对 那时候我就说 哇 社会企业 那时候我就突然 对这个事情 就很有向往 就只要 又能赚钱 又能帮助社会 就是是我那时候觉得说 我觉得这样 比较有意义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我这个年代的 很多跟我同辈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 我们都是一个 比较缺少一种意义感 因为在我爸妈 那个年代 大家赚钱 其实很有意义的 那个意义是 因为家里都很穷 所以去帮助家人 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因为我爸妈是公务员 那我想说 我赚也没有 比你们退休金还要多 就是出来工作三万块 我想说 我到底 家里也不缺我这个钱 我爸没说 我不用拿钱回家 所以我赚钱 就是想 自己保就好 那我突然觉得说 我也许做的事情 就不用是这个事情 对 我赚很多钱 对我来说 我也没有想要买 好的车子 或好的衣服 所以 好像就没有一个 赚很多钱的动机在那里 突然 所以我觉得 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突然对我来说 比较重要 那你转到说 我可能本来 对赚钱的意义在哪里 我就问号 然后一个问号 所以你听得出来 他不是很强烈的金钱 被驱动 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 我要买什么东西 可是 所以当他看到街友 他觉得 其实我有关心 那我转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那你要从哪里着手 因为你说太阳化的时候 那去奔薄 让我发现 可是到真正要切进去 关心到 真的可以关心到 你怎么开始 就当开始做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到自己很穷 突然觉得赚钱有意义了 但是第一个想法 所以 一开始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那时候 就是我们伙伴就说 大家办这个活动 然后 所以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用借的 就是说 那时候要办一个活动 要煮饭 所以我们要去 募食材 然后去借场地 然后 所以 我们那时候 一开始都没有钱 所以 因为我们也刚刚上班 其实自己生活就差不多 就那样子 然后也不好意思 做这件事情 也不好意思跟家人拿钱 所以 最开始其实就是 都是用问的 上网问说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有没有人要给我们食物 所以赛事长问说 有没有人要给我们食物 其实就蛮多人给的 然后甚至有了 那个卖 就是 原本想说 都先拿大家就是卖不完的 结果很多人都拿新的出来 就是 然后甚至有人就是 因为想 肉一开始想说 是募不到的 想说要去买的 然后结果又有一个 专门做那种有机食品的人 就突然跳出来说 哦 这个 这个给你们这样子 那 就是他拿出他们冰箱 那个冷冻的肉给我们这样 然后 厨房也是 就是那时候讲 在什么地方煮 讲说 最差就在自己家里的 那个 就是那种 租房子的那种客厅里面 那种小厨房里面煮这样子 就最差就这样子 就是煮给有名门吃 对对对 结果那时候 我们就去问了一个餐厅 就我们那时候问了一些餐厅 就说 那下午可以借我们煮吗 其实以前不知道 以前不知道 其实对餐厅有点冒犯 餐厅怎么可能把厨房 借给你用这样子 结果那时候 就真的有餐厅借给我们用 他就是说 我们下午 他是一个做欧路料理 那种高级餐厅 然后说下午我们没有 给你们用 而且他还把我们整理成 我们可以用的样子 然后就像在 共餐之间 就有个休息时间 他就让我们用 然后结果他就说 我们要走 我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就一开始煮 动作就很慢 然后又煮的不是很好 然后所以 走到那个厂厅就很乱这样 煮房就很乱 他说没关系 我收我收这样子 然后就帮我们收这样 然后那时候就很感人 就是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会 跳出来 就比较跳出来 就是说你去找他的时候 觉得很多人被问到 他们都会觉得 我可以可以 我可以来帮忙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叫取名 叫石头汤 就是建那个故事的名字 就是大家都做一些些事情 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它就会发生 石头汤 酒桃满猪就汤 对 石头汤就是有一个 大家 他拿一个石头 然后很多人就一点 每个人拿一点食物出来 所以他在讲一个 骗子的故事 但是 最后是真的有汤可以喝 但最后是真的有汤可以喝 就是 以前大家都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 一开始他就是 汇聚那个众人之力 所产生的一个活动 然后甚至我觉得后面 就有个 开始慢慢有一些资源 就开始 例如说 我们开始做嘛 然后就有一些新闻来报道我们 然后 因为大家真的不太会煮菜 我们就没在煮菜 所以有那种切菜 就切得很尴尬 就切得很丑 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每个月半一次 就有一个厨师 他就 他就来参加 然后 他带来一个快速炉来 他就说 他说 他那时候在制作餐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 我这个活动 然后他就说 我怎么切菜切得这个样子 他就说 金科连 我来帮助他们 就是 他就带他厨师朋友 一起来帮我们 煮饭 然后他 就是送了那个快速炉给我们 就说 你不要再用那种卡式炉煮了 你用快速炉这样子 然后 就我们就送给你 然后 所以我觉得慢慢就有开始 有一些人开始拿出他们的物资 然后甚至他们出他们的力气 然后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 因为其实 做这个活动 其实下班做一做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一开始比较像田野调查 去认识吴嘉哲这样的感觉 所以大概做了大概 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就有个想法 就是说 他先暂停 就先做差不多 对吴嘉哲一定有一定的认识 结果那时候暂停的时候 就一直来参加一个志工 一个大学生 他就说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要暂停这个活动 他就觉得 为什么要暂停 他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因为 一个是 这是一个田野嘛 第二个是 我们其实在发便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这里已经有教会在发了 而且这教会发的比我们还要多 我们一个月发一次嘛 这个教会 一天发两次 然后想说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可以暂先暂停 然后这个 可是他说 他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就说 为什么你觉得有意义呢 他说 他觉得 如果他觉得有意义到 他觉得 如果是因为缺钱 那他愿意每个月再捐五百块来 只是个大学生 我觉得大学生 五百是很多钱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来出钱 出力 然后你要带物资来 然后你又要 就是你还要再出钱 这样子 他就说 因为他以前 在 其实他今天 他念太大 他之前在北一女的时候 是在南洋街补习 他补习的时候 他都在这里经过 遇到这个街上的街友 他有一次 冬天的时候 他就看到 街上有个街友 一个老人家在发抖 然后他就想说 要给他一点东西 他就买了个便当 要给他吃 结果他不敢靠近他 他想说 这样会不会很冒犯他 对 对 然后 所以他那时候就带了便当回家了 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给他 这个会记一辈子 对 然后隔天就看不到他 然后他就很 想说他怎么了 然后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就觉得很遗憾 然后这件事情 就一直埋在他的心中 所以那时候 他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说他一定要来 然后他就说 他就发现这个活动 对他最大的意义 其实是 让他知道怎么去回应 或者帮助这些在街上 他以前觉得过去 他只能假装没看见的这群人 所以 我们那时候就把这个活动转型 就跟他说 这个活动开始变成是 我们怎么去教这些 很多人看到他们 可不知道怎么做的人 对 可以知道说 其实 你坐下来 跟他讲聊天 甚至你准备一些食物 就已经是一种帮助了 他没有很难 我们今天讨问的是 阿德 吴彦德 其实在讲的是 你成立人生百味 还是希望说在 英语东旺华那边 希望给街友们 这些温暖 可是后来发现说 这个过程不是只有 煮菜给街友吃这个过程 是 很多人都有共同的问题 其实进行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好像看到人家 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第一个是 很想要帮忙 第二个是 很顿丁 不知道怎么出手 可是可能在你这个顿丁的过程中 这个机会没有了 然后留下的那个遗憾是 我当时怎么就好 对 我们刚刚谈到因为参加太阳花的关系 所以他接触到了无家者 他以前叫他 也叫他游民 不然叫他街友 可是我觉得无论怎么叫 就是没有家这件事情 还是回不去这个事情 我请问你 那个无家者 我们一般有社会看到说 你就是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才变无家 那要怎么跟社会交通 让大家理解 其实我们 当我们去认识无家者的时候 就开始会听到很多 就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就会有人说 你不要去帮助他们 他们就是自作自受 帮不帮孩子 对啊 你看帮不帮孩子 然后帮孩子 家暴 然后或者是 好手好脚 都在这里喝酒 不努力这样子 我都在睡觉 那其实 当我们开始 有些进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有几次 有很印象深刻的东西 今天有像是说 我就问 看到一个大哥 他就是把他的那个制服 就是一个保全的制服 就折好放在他旁边这样子 我说大概那你平常做什么 他说我在平常就是去做保全 我说你流浪还可以做保全 他说对啊 反正就是下班的时候 就把衣服脱下来 放在旁边这样 然后上班再去这样子 我说那洗澡怎么 洗澡就在厕所 旁边厕所洗澡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意识到说 原来在街上 因为我看到 听到很多的工作 例如说做举拍 做拍报 大概听到六七成以上 都有工作 然后可能发现 他可能都 只有在睡觉那一刻 才被我们意识到说 他是个街友 是个流浪的汉 但他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看不出来 所以很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印象 那个印象就是 只要是街友都在睡觉 但事实上是 只有在睡觉的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的街友 那他是你的家保全 当然是举拍拍报 或者做各种工地工作的时候 你根本认不出来 他是一个街友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很会误会的 其中一个原因 那当然你还是看到 有人在喝酒 所以我这些问题我就拿去问他们 就是说 我看到一个大哥就是 也是送餐的时候 看到他前面都是酒瓶 然后我问他说 你今天晚餐吃什么 他说就是买个腰顿排骨 然后再买几瓶酒 然后我说 那花多少钱 他说花400 我说你一天 今天工作赚多少钱 他说今天举拍 赚七八百 我说你七八百就花400吃饭 我说对 然后我说为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不把钱存下来 这样你就不用流浪 你还可以住房子什么的 我住往咖也好 往咖也晚上可能一样百块 他就跟我讲说 而且那租房子 一个我花一个月八千块去租房子 有什么意义 这样子 就是我说 为什么没有意义 他说你有地方可以住 他说 我去住了 那这个地方也没有人在等我 你知道我的家人 他说你知道吗 我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的太太她也离开我了 我的孩子她也不认我 他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租房子 所以我那时候太太太 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 原来对于大家来说 努力这件事情 它需要一个前提 那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个目标 你有目标才 有目标才值得努力 可是基本上 所有的人 我看到 包含我自己 我发现 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全部都建立在连结之中 我觉得阿德讲到金句 就是重点不是你 有家座 不是有家座 有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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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等你 跟你职会 对 对 那个连结感 才是最重要的 对 而且我那时候突然 回想到以前 就说考试 考考考高分 或者考电机系 难道是因为 我知道他未来 会年薪百望吗 其实不是 我根本就那个年纪 根本就不知道 年薪百望的感觉 会意义是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 会想考好的分数 只是觉得 希望我爸爸妈妈 会认同我 会他们觉得高兴 所以我觉得 或者是我同学 不要瞧不起我 其实我那时候 突然发现 事情很多物体 这些我们觉得 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它都没有 本质的意义 它的本质的意义 完全就跟 我们身边怎么看 这件事情有关 就好像我现在在做 NGO 在做做人工作者 那对我来说 在我们这些行里面 如果你去买跑车 你去捏一台保时捷 那可能在我以前 电商馆的领域里面 大家就觉得 你很厉害 你很棒 你买了 其他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现在 有一台保时捷 大家都 你干嘛 买一台保时捷 你在干嘛 保时捷对我来说 如果有的话 我就赶快把它卖掉 我觉得这是一件 丢脸的事情 它没有本质 以这个本质 完全取决 社会怎么看待它 所以 我那时候突然发现 原来我 我发现大家 痛苦的来源 原来不是因为 没有钱 没有钱是一部分 但事实上 更多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钱 所造成那个 被瞧不起的感觉 跟那个 没有办法 得到爱的感觉 或连结丧失 所以我也蛮同意 刚刚金贤 提到的 就是说 其实对什么是家 有家人的地方 才是家 要么它只是个房子而已 所以我们用说 无家者 是没有为好住 来定义它 这个还不够全面 是没有住的地方 因为它里面 也没有家人 所以其实你有一个 围里面 是空的 那那个连接性 还是不够 还是很空虚的 对很多人 他们都会在 就是有社工 带他们去工作 或租房子之后 他可能一段时间 又会回家结伤 然后问他说 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房子里面没有人 可是公园里面 或者是车站里面 还有我的朋友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在协助这种 说已经失去社会连结 我们看到没有家住 已经只是看到一个表象 那个结果 那这样怎么办 因为我也很多年 我应该失去 北部失去 我的伴侣已经 窃心里开了 小孩不认我 那这个连结 怎么去重新建立 这好像就是一个结果 是是 他看起来很多 对其实对 以前我们在面对 无家者工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看起来 是一个很不可逆的 就是当你已经失去家人了 对 那我们以前 方式可能就是 好像把你送回家 对 但是你跟家人 关系已经不好了 他已经不想认你了 就是过世 就过世过世了嘛 对 可是他们 你们关系不好 你过去有很多的仇恨 你伤害了对方 或对方伤害了你 你把送回去 其实就没有用 他就再出来而已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开始 我们也在台北城镇 做这个计划 跟台北市合作的 这个重修救好 这个计划 其实他就是在谈说 怎么让一个人 从失去连结 回到连结 而我们观察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连结要怎么重建 第一件事情是 你的状态不能太差 就是说当你很不舒服 当你每天都身体洗不干净 你每天穿 你觉得不是干净 脏的或臭的衣服 你其实会很没有精神 所以我们洗澡洗衣服 这件事情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换新衣服 或者是你去洗澡 你的精神就不一样 那当你非常萎靡 非常没有精神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跟任何人 产生交接触 就像你 如果你生病 你失业 你也不会想像 参加同学会一样 就像所以在台北车站 大家可能很多 都睡在隔壁睡很久 可是他们几乎不会认识 他们跟隔壁的人 其实不太会交流 很像每个人 都像自己的一个孤岛 所以第一个事情 就是让大家先 恢复那个精神 那所以我们去参考 一个日本的做法 日本他们有一些 给街友的酒吧 然后想说 我们在台湾 就是让 让吴嘉哲 街友不要喝酒 都来不及了 你还给他一个酒吧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我们就问 因为他在大阪 大阪也是日本三大街友 最聚集的地方 数万人以上 曾经有数万人以上 我们就问他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酒吧 他说 他讲那个日文 他说 要回复那个元気 元気 我说元気 是什么东西 具体来说是什么东西 元气到底是什么 他就说 连结跟希望 所以他让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他可以 就是洗澡洗衣服之后 他会慢慢有那种 好的感受之后 他很自然的开始跟周边 开始那个注意力 会从自己的身上 开始扩大 移动到 那我身边的人 他们是谁 所以大家在那边 洗澡洗衣服之后 我们就开始 人家就讲说 那我要找工作 或者是 我想要了解 隔壁人是谁 或坐在那边休息 都很自然就会聊天 所以他就开始 重建一种新的连结 那从一连结过程中 第二个其实就是创伤 就是说 在过去这些关系中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分手了 或怎么样 你就会说 我再也不要 交男朋友或女朋友了 大家对于连结断裂的时候 其实那个受伤的经验 是需要恢复的 需要去看见他 然后需要把它整理出来 所以我们里面有 像写写字 有一些艺术陪伴的活动 让大家去把这些经验 写出来 不要一直塞在他心里面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去参加这个活动之后 他以前 晚上他一想到以前的事情 他就想喝酒 可是他把它写出来 画出来之后 他就没有那么的不舒服 好 像阿德 我们去理 大家去理解 这个街友 他可能基本上 我们应该有了 他都没有 你说你有想要找人 可能你一两天 也找到一个朋友 陪你聊聊天 他们可能没有 而且是长期的没有 不然他喝酒 是一个最基本的 罚罪剂 一时才不记得 听一下 所以说去 把他消灯这个问题 而不是 只是去看待他 这个表象 喝酒这个问题 去判断它 所以像到这样一连串 你们做一个穷学盟 就像贫穷学习行动联盟 我要先提出疑问 我就想要学正面的 我想要喝八酸 我想要超慢跑 我为什么要学穷呢 因为我们却穷是负面 贫穷给我什么 我们穷学盟其实是 在2017年的时候有 我们跟七八个组织 大家一起合作成立 都是关注贫穷议题的 有关注都市原住民 关注街友 以前关注街卖者 它到现在已经 二十几个组织了 大家都其实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跟贫穷学什么 我自己对他现在的答案是这个样 就是 对于我来说 就是 我从小到大 就是念教大念台大 其实我都在学 我们虽然学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总要在学一件事情 在学怎么赚钱 或者会更合心的说 我们在学学是怎么成功 所以大家都在谈所谓的成功学 可是其实 为什么我会离开这些行业 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在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我今天念经济是念得很不顺利的 就是我在 我是很挫折的 然后觉得 一度都有 就是我觉得我都快要生病了 然后甚至是我常常会跟我爸 就电话里面哭 我都会哭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看不懂 然后我觉得我学不好 所以那时候 其实整个大学 我花很多时间都在打电动 我都在 我在都玩游戏 大家都觉得我很废 我也觉得自己很废 这是一种逃避吗 就逃避 它是 就是一种成因 就是我每天都在玩心上游戏 然后 我就不用去想 就是我在 其实以前我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 我也拿我的成绩来定义我自己 就是 我成绩好 我就是个好的人 我那时候成绩很差 然后我也 然后我怎么看都看不懂 然后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一个 很没有用的人 然后我也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价值 我那时候 甚至我在教大骑车的时候 我在外面看到那种 面包店在整个学徒 我就想说 我要不要去当学徒好了 我感觉你真的 面临到瓶颈 对 就很瓶颈 然后 我在那个时候 我在熊学盟证 我得到第一个 其实 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跟很多街友 其实有个很像的地方 就是很多街友都会讲说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流浪 就是 那一流浪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很恐惧 我觉得 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学习 怎么成功 可是没有花过时间在学习 不是学习怎么跌倒 而是跌倒之后该怎么办 就是 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 都跟我们讲嘛 就是 在哪里跌倒 就赶快 排排师会一层 赶快站起来 但是其实 我们发现 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当你很努力的 想要赶快站起来的时候 你就在跌倒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找到 你那个跌倒的原因是什么 你可能哪里受伤 你不知道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 在哪里跌倒 就跟我们在 一般的车祸一样 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躺好 就是 你应该在那个跌倒 再停留一下 好好感受一下 你此时刻的状态 哪里痛了 哪里不舒服了 而不是 赶快想法 赶快站起来 赶快想一般人一样 我们发现 这个状态 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 没有办法经历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就会一度就 我内心其实有产生 做很多次我想要自杀的念头 可是我觉得 这就跟很多现在 很多学校的学生一样 就是 我们没有 没有人告诉我们 说遇到挫折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阿德 真的是讲到重点 我们都是在朝成功 然后朝着有光的地方 然后朝着富足 那 就一直这样走 就是用这样来 某一种正面指标 来定义我们自己 可是当你掉下来的时候 好像很容易就是 排山倒海的 责备自己 还是 我们就在意社会的眼光 对 对 就是 所以我觉得 我在 我觉得穷学 穷学我最大的 学习是这样 就是 当我意识到 吴家的状态 当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其实当街友 它也不是一件 丢脸的事情 就是运气不好 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跟家人失去关系 你就会很有可能 就变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 现在我就可以理解到 我如果变成街友 哪一天我变成街友 其实我就会知道 我该怎么办 然后以及 我也发现 我在这个时候 我最需要的 其实并不是要赶快赚到钱 我最需要的事情是 赶快意识到自己 哪里不舒服了 哪里心里觉得很创伤 哪里觉得 很痛苦 我应该要先 帮助我自己 让这个内在的部分 先好起来 而不是 很多大哥们 他们就会 可能就会想要 但心里不舒服 就想喝酒 可是我觉得 原来心里不舒服 其实你最应该是 练习怎么讲出来 那他也 让我知道了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就是 就像是 其实我之前 我的家人 他一度 就是我觉得 他快要犹豫症 然后 可是很多 他身边的人 可能就给他建议 跟他说该怎么办 那可是 我那时候就知道 其实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什么 你最喜欢你的家人 听你讲话 所以那时候 他跟我表达说 他有很多担心 他怕失业 怕什么什么的 我那时候 我就把话 听他讲完 然后我没有告诉他 他就说 我这样是不是 很不好 或者怎么样 我就没有去 跟他说 我觉得那种不好 你应该赶快改变 我就说 没有关系 这是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 每个人都有这个情况 我也有这样子 然后他就比较能接受 他现在这个状态 人只有在能接受 自己这个状态的时候 才有办法停在那个地方 让自己好一点 有没有很多人 就赶快想要爬出来 然后我觉得 我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太想爬出来 爬出来都失败 就是 然后 所以我现在就遇到错了 像我其实在两年前 做这个NGUC 做的压力有点大 所以我就一度 就做了犹豫症 就是 然后 就是每天起来就觉得分数 每天心情分数 就有40分的那种感觉 我一早起来 让他一起找分数什么日子 对 就是你天气是亮的 你看起来都像阴的 然后 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我已经做这个一段时间 我已经学习 跟贫穷有些学习了 所以 我立刻就意识到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说 我是不是生病了 然后我这样 我的 太太问我说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那时候想说 我第一个想法是 没有我没有生病 但是我就想 哦不行 我做这种最怕 就是没有病逝感 我就说 我觉得我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生病了 他说要不然你测一下 我说测完 他说真的生病了 然后我就立刻 就跟我的同事说 我觉得我可能 得犹豫症了 对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 需要休息一下 然后我同事就说 OK啊 就是那你要什么 把你工作分一分 就我就没有在撑 要撑起一个 好像要跟以前 一般一样的状态 我大概这个40分 大概一个月左右 就好了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阿德 他从人生百位 2014年 其实这个是有点 无心插流 开始关心社会企业 可是这个关心居然 刹那变 目前看起来是永恒 就是到现在 那一直 当然这个会一直在 转变关心的形式 为一句话煮一次饭 大家吃 那到现在也是 常态性在关心皆有 这也到了说 像贫穷 贫穷怎么学习 其实我觉得一种 匮乏的状况 有时候是我们 很害怕的 一个不好的状况 其实我们 我想每一个人 可能都经历过 人生很不好的时间 可是有时候你越挣扎 可能背起来也没多久 又滚下去 又背起来也没多久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有时候反而会更长 还是说在意别人 怎么看我们 怎么这么帅 怎么做得这么败 是怎么 你越在意别人 可能又要更难过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很好的 就是解释 所以有一些活动 所以你们10月份 都在讲是贫穷人的台北 这个要去哪里看 我们经验平衡 在今年11月15号 到11月15号 中间就是在布皮寮 然后在南机场 然后还有在大宏区 都有展区 那里面其实 有一系列的活动 其实 我觉得刚刚 之前姐讲到一个 我觉得很关键 就是 其实当你在落入 这种处境的时候 你最害怕的 其实都不是 那个处境本身 很多时候是别人 怎么看你 那我们这里的展览 就是其实它都是由 这个经验者的本人 去讲出一段 他自己为什么 会落入这个状态的故事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去除 无名的过程 我们去去除 这种困境的无名 就是 当你落入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不是你的错 你有你的原因 然后每个人 在这里面 很多经验者 就会出来 表达出他们的原因 一部分他为自己 倡议 告诉自己 为自己去无名 一部分他也 为这样的困境去无名 我觉得他可以 让我们学会说 我们如何可以 忠信的去看待 这些困境 去理解 他为什么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很自然的 你就不会排斥 自己落入这个状态 相对的 你也不会排斥 你的家人 或朋友 落入这个状态 那事实上 它就会带来一种 很大的宽慰 就是对于 不管你自己 遇到困难 或被人遇到困难 你都不需要 因为你遇到困难 因为贫穷 而被瞧不起 而失去尊严 好 那我们今天 访问是阿德 我们会把 这个冲轩猛 接下来的活动 我们会贴在 有意思的脸书 然后也可以去找 穷学们 你们是有 粉丝专业 对我们有粉丝专业 然后里面会有一系列活动 帮他们 担任图书馆 然后导览 然后或者是 很多讲座 OK 好 那我们可以继续追踪 你的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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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